Hello 大家好,我是客帕仔 之前出过一条香港的点心放题片 大家反应都不错 所以我到处找香港有什么抵食的地方 果然今天让我发现到 88元的扁皮鸭 还有很抵食的龙虾衣面 想知道是哪里的话 就快点订阅客帕仔这个频道 按like和share 我就偷偷告诉你 跟平时一样 在下班搭车期间 我和朋友就会开始想想今晚吃什么 刚好转到明星海鲜酒家集团 在新年之后就出了晚饭优惠 今年88元还有整只扁皮鸭 所以我们就在元朗下车 去到其中一间分店 明星皇宫 在门口已经看到它贴了很多宣传poster 上到二楼拿位时 因为我们看到海报写着 这些优惠食物就是卖原迹纸 所以都问清楚店员 现在还有没有 先进酒楼 我们今天做得两位 坐下的第一件事 当然是开了茶 很快就有姐姐走过来 问我们今天想喝什么茶 搭了它要抱你滚水之后 大概十秒之后 又有另一位姐姐过来 问我们要什么茶 再隔了一阵 又有第三位姐姐走过来 问我们喝什么茶 这个时候已经搭到不想再搭 完工之间可以夹一夹 就再好些了 因为我们一早已锁定目标 所以我们都可以立即下到蛋 这个京式扁皮咬 原价它写着238元 以价是88元一只 不过都有些规定 每2至7位可以叫一只 8位或以上才可以叫两只 而且它们的深水补分店是不合用的 都不用担心 有违不可以共用 因为我们都成功叫到隔离的 上拖焗西澳洲龙虾 是送上衣面底的 而根据我们的口味 我们都另外加了40元 转了做芝士 原价是1斤的龙虾 是288毫只 现在是168元 加上芝士汁 就变208元 下完蛋之后 大概15分钟左右 我们第一碟芝士 焗西澳洲龙虾衣面 就送到上来 这个买上真是好正 不需要多余的装饰 简简单单 将龙虾对半切 而上面是满到写的 金黄色芝士酱汁 令人非常有食欲 这只西澳洲龙虾 都挺厚肉 一人分到一大块 而且这个切法 令大家很容易 将龙虾肉整个挑起 然后淡淡肉吃 真是挺爽 龙虾有轻微炸锅 所以闻下带有油香 龙虾肉很厚 入口觉得弹牙 吃起不会硬 而且挺鲜味 一大块吃 比起平时切碎199 就更正了 芝士汁味道很浓郁 就这样肉眼看 都看到它是走浓囚的路线 所以酱汁很容易 可以挂在椰面上 我平时吃这个菜 最怕椰面是软 但是这里的椰面 算是煮得不错 和酱汁都非常合 整个龙虾椰面的调味都OK 吃到最后都依然够 和酱汁混合剩下的椰面 这个超级推介 多大约10分钟左右 英式扁皮鸭就上桌了 这个摆盘也算挺漂亮 一边放满扁皮鸭 而另一边是扁皮鸭的配菜 除了有甜面酱之外 旁边都是做一些薑片 青瓜 葱丝 这样 之后会上一个蒸籠 里面也放了扁皮鸭的饼皮 先给大家看看扁皮鸭 虽然我觉得扁皮的功夫 可以再进步些 不过整体来说 这个卖相也是觉得吸引的 中间主要是一块大的鸭皮 而旁边是一些连皮连肉的位置 近看皮 有些位置烧得比较深色些 兽耳不是很均匀 我先原汁完美感试了一块 皮真的挺脆 而且有油香 讲讲这个饼皮 它们这个饼皮的形状 像是一些一大块饼皮 然后对切 为了配合在蒸籠里面 所以只好这样做 所以相信饼皮都不是它们自家製的 拿起上手 其实头一两块已经是比较干身 和很快就凍了 因为一来下面它没有再热 二来它也收走了盖 所以还要争取时间 快点吃掉它 入口先感受到饼皮 真的很厚 都要咬一会 才可以试到里面的材料 它当然未算是最好吃的面皮鸭 不过这个价钱 味道又不过不失 整体来说都值得去试一下 我们今天只有两个人 所以吃完这两碟 已经算是我们的极限了 埋单了 加上每位15元的茶位费 我们两个人吃了358.5元 人均约180元 都算划算 提提大家 如果你是想来试试这个优惠 它们供应的时间是 晚上6点至11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优惠 又对不合你们心想呢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那我们就会更有动力 可以去发掘更多好地方 好优惠介绍给大家 多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次见 拜拜